保险柜的暗所咔搭 一想被打开了 陆倩文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把门拉开 在柜门上方 果然有一根细细的发丝 他仔细系好发丝的位置 心中暗笑 吴适振 你算什么侦探小说家 只不过会这些小把戏而已 这已经是陆倩文第三次 偷偷打开吴适振的保险柜了 他跟吴适振结婚两年多了 可两人之间一直隔着一堵墙 吴适振固执地封闭着 他的内心世界 不肯向陆倩文开放 甚至向房贼势地提防他 这保险柜当然更是禁区 每次打开他 吴适振都是鬼鬼祟祟 折折掩掩的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陆倩文被保险柜里的秘密 折磨得坐卧不安 一直不动声色地寻找机会 吴适振喜欢在自己的小说里 扮演神探福尔摩斯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的手法十分拙劣 比如这个保险柜的密码 居然就用他自己的生日 其实保险柜里 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只是那本厚厚的相册 十分扎眼 那是吴适振跟他的前妻 齐小轩 五年婚姻生活的见证 见到他 陆倩文的心里 又泛出了强烈的酸味 齐小轩和陆倩文 本来是闺中密友 亲密无间 不过 这只是表象 骨子里陆倩文 一直把齐小轩看作对手 暗中嫉妒齐小轩的一切 他们跟吴适振市大学的同班同学 吴适振来自农村 身高不足一米七 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看着就让人不舒服 陆倩文想不通 追逐者如云的齐小轩 怎么会看上吴适振 他几乎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理 帮他们促成了这段姻缘 心里还在窃笑不止 那以后 陆倩文周旋在 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 唯一的目标 就是找一个以绝对优势 压倒吴适振的郎君 把齐小轩永远比下去 可是 事件竟然发生了 令他意想不到的变化 吴适振一夜之间 成了风靡文坛的侦探小说家 名利双收 陆倩文险些背过气去 这无一说明 齐小轩更具慧眼 又剩了他一筹 可其实吴适振事先给他写的情书 著名侦探小说家夫人的光环 本应在他的头上闪光 畅交书的巨额板税也应该是他的 陆倩文不甘心 决心夺回本应属于他的一切 以他的万种风情 去征服一个已婚五年 正值审美疲劳期的男人并非男士 何况他还喜欢过自己呢 结果因为齐小轩毫不设防 陆倩文很快便把吴适振拖上了床 然后拿着运检诊断书向齐小轩摊牌 齐小轩只是怨恨地盯了他一眼就摔门而去 和陆倩文结婚以后 吴适振才知道 他的运检诊断书是伪造的 但毁之晚已 然而 陆倩文并没有得益多久 他第一次偷偷打开保险柜 就发现了那本相册 这意味着吴适振的心 从未属于过他 从那一刻起 陆倩文就放弃了 坐前七两亩的努力 与吴适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冷战 更糟糕的是 吴适振的创作状态跌入低谷 这个已搞费为经济支柱的家 因此很快困窘起来 好在陆倩文还有几个 肯为他花钱的朋友 使他可以照旧出入歌厅笛巴寻欢作乐 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陆倩文决心结束这段有名吴时 又无力可图的婚姻 大华业化器公司的老总徐智傅 已经为他买好了藏胶的金屋 他这次打开保险柜 就是想看看吴适振到底还有多少家底 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口实 这时陆倩文在相册下面 发现了一张保额巨大的人身保险单 被保认是吴适振 待陆倩文看到受益人的名字后 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吴适振 你他妈的不会好死 保单的受益人不是他的合法妻子陆倩文 而是前妻齐小轩 一股浓烈的杀鸡 从陆倩文的心底升腾而起 他把那根发丝原样放回 小心翼翼地锁好了保险柜 吴适振接到那个自称徐智傅的人的电话时 有些莫名其妙 他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 不假思索地回绝了他会面的邀请 可徐智傅接着说出的理由 让吴适振没法不动心 我遇到一桩棘手的案子 不想惊动警方 只好请你这位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出山 会面地点选在一家高档酒店 吴适振如约赶到包间时 徐智傅已经笑容满面的等候多时了 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 吴适振好奇地询问徐智傅的案子 徐智傅仿佛没听见 一边劝酒劝菜 一边顾左右而言 他的倾诉起自己赚钱的辛劳 这是座不大的城市 经营液化器的公司 却有十来家之多 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徐智傅的大华 和另一家公司安顺 这两家公司实力不相上下 谁都无法击垮对方 又不甘心退出 一时间形成了僵局 吴适振对这些商业竞争不感兴趣 一再催问那件棘手的案子 徐智傅不慌不忙 笑嘻嘻地说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件案子 我拜读过你的大作 敬佩你的奇思妙想 你的才能仅仅用在写作上实在浪费 如果你肯出山 一定能帮我想出一招制敌的妙计来 吴适振哑然失笑 徐老板 你太抬举我了 老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生活跟写书完全是两码事 你的请求 我无能为力 徐智傅并不气馁 那是你放不下大作家的架子 不屑于这些俗物罢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出力 报酬绝不亚于出一本书的版税 说着 他拿出一扎钞票 推到吴适振面前 这一碗快算是见面礼 请笑纳 徐智傅出手如此大方 让吴适振有些心动 他已经很久没什么镜像了 坐吃山空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陆倩文的不满都写在了脸上 他犹豫地把钱收起来 试探道 徐老板既然这么说 想必已有初步方案了吧 徐智傅回答道 想法倒是很多 可都不成熟 我想到你 是因为你是侦探专家 夜化器这东西 可以做饭炒菜 也可以用来杀人 如果有庄命案 跟我们的品牌联系起来 媒体肯定会大肆炒作 为我们免费做广告 吴适振笑着摇摇头 这个想法比小说还荒诞 要真这样 你的品牌知名度是高了 但出的却是臭名啊 那不是自觉生路吗 徐智傅突然两手一拍 接着挑出大拇指道 对啊 侦探小说家果然名不虚传 出手就是高啊 这一招是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却能让对方臭名远扬 你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吴适振连连摆手 人命关天 使不得 徐智傅也泄了气 是啊 命案可不是好玩的 想了想 他又眉飞色舞起来 吴先生 要是一桩假案呢 吴适振不明白 什么假案 徐智傅高深莫测地说 比如一场自杀未遂事件 吴适振叹 妙啊 不妨这样 让某人使用安顺的液化器自杀 却因为液化器的质量不过关而未遂 这条新闻一定会吸引公众眼球 徐智傅高兴地跳起来 佩服 大作家就是出手不凡 就让他用残叶吧 银钢瓶中残叶过量而自杀未遂 一下子就把安顺搞臭了 说着 他又抓出一扎钞票 这一万块是你的报酬 谢谢你的妙招 两人共同举杯 一饮而尽 徐智傅一边让菜一边继续谋划着 自杀的最好是为社会名流 那才有轰动效应 吴先生 你为我推荐一位吧 我出两万元请他 吴适振摇摇头 这个我是帮不上你了 徐智傅突然停住了筷子 盯住吴适振 真是太糊涂了 我怎么舍尽求远 吴适振吓了一跳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了断吧 徐智傅说 就是你啊 吴先生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著名侦探小说家自杀未遂 这本身就有戏剧性 一定会让媒体兴奋的发狂 吴适振还要推辞 被徐智傅拦住了 这样 一是不凡二主 我再给吴先生加两万 你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怎么样 尽管吴适振已经喝得头昏脑账 可这笔简单的账他还算得轻 他只需要伪装自杀 就能轻而易举地挣到六万块钱 想起空空如也的保险柜 想起陆倩文那张不阴不扬的脸 他猛地举起酒杯 一口气喝干 说道 成交 吴适振的自杀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他在电脑上描述了他将狼裁尽的绝望 和捉襟见肘的窘迫 也谈到了对第二次婚弦的失望 文笔生动细腻 催人泪下 任谁读了都会理解他的自杀动机 并对他心生同情 写完打印出来后 吴适振右手抄了一份 最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的文笔语气可以模仿 笔记却很难伪造 他不能出任何纰漏 得对得起徐老板的那六万块钱 自杀地点当然是选在厨房裁盒里 徐致富早已给他准备好了 安顺的备用钢瓶 钢瓶里只灌了小半瓶 特意收集的液化器残液 虽然气味浓烈 却根本不起火苗 当然更死不了人 自杀时间选在了晚上 陆倩文每晚出去鬼混 总要下半夜才回来 吴适振可以从容地完成任务 带他回到家里 看到自杀现场 尖叫着寒醒四铃 或者打110报警 他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他将被送往医院抢救 医生会发现他不过是有点醉酒 再加上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 以致昏睡不醒而已 他会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三肩起口 装出一副万念俱灰的绝望模样 媒体连篇累读的炒作报道 会将公众的胃口掉得高高的 带警方宣布调查结果 著名侦探小说家侥幸逃生 完全是因为安顺公司夜化 气残业过量 这一品牌 当然会在一夜之间深入人心 然后被无情地赶出市场 投入区区六万元 就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这对徐老板来说 实在是一本万利 与此同时 已经开始被读者淡忘的吴适振 会再度受到关注 他的就做也会被争相翻印 再度畅销 对于一个走近死胡同的作家来说 这是多么美妙诱人的前景啊 吴适振一边陶醉地憧憬着 一边把安眠药碾碎 洒进酒瓶里半云 他关好门窗 然后不慌不忙地 打开夜化气躁地开关 一股刺鼻的意味很快就弥漫开来 他把那份绝命书 放到书桌上的显眼位置 然后坐在椅子上白针自引起来 不一会儿 一阵铺天盖地的眩晕就向他洗来 他往前一扑 扶在餐桌上沉沉睡去 手里的酒瓶滚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一切都在按部就般地进行着 然而计划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 不知过了多久 厨房门被轻轻推开 一个女人捏手捏脚地钻进来 建厨房里的情形跟预想的一模一样 他得意地凝笑起来 吴适振的半边脸贴在餐桌上 五官都被挤压得变了形 女人看了一眼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迅速地换上另一个钢瓶 打开开关 夜话气呼呼地响着 喷涌而出 女人用手掩住口鼻退到门外 在小心地观沿厨房门 扬长而去 同事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见到他却停住了话头 纷纷用一样的眼神盯着他看 齐小轩莫名其妙 一个同事小声问 你还没听说 听说什么 同事递过一张当天的晨报 指了指上面的通篮标题 齐小轩一看 顿时惊呆了 那标题是 大作家江郎才进吴适振绝望自杀 不可能 他不会自杀 我了解他 齐小轩喊道 同事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 他才稍稍安静下来 极不可耐地去读报道的详细内容 报道中详尽叙述了 这起自杀事件的发现过程 大段引用了吴适振留下的绝命书 最后是警方的初步结论 死者却系自杀身亡 不 他们搞错了 这绝对不是自杀 齐小轩猛地一拍桌子 激动地对同事们嚷道 齐小轩跟吴适振从相知到相恋 又在一起共同生活过五年 深知吴适振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的性格 正是这种性格 才让他一步步走向成功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 见没人相信他的话 齐小轩又说 就在几天前 我还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投稿 小说的情节 就是这样一场伪造的 自杀事件 真的 同事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齐小轩点点头 继续说 那篇稿子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某叶化器公司老板为了搞垮对手 高薪雇请一个穷途陌路的作家 制造假自杀事件 以此栽赃诬陷对方 作家不知道 这其实是针对他的阴谋 结果那位老板通过调换叶化器瓶 轻易将他谋杀了 你们说 这稿子的内容跟他的 自杀 是不是太巧合了 同事们全都变了脸色 果真这样的话 绝不仅仅是巧合 快 快把那篇稿子找出来 仅凭他 警方就会重新认识案情 齐小轩懊悔得摇摇头 我觉得这篇稿子的情节太荒诞 也不符合咱们的计时风格 就把他删除了 编辑部的电脑技术员 马上被请了来 但是 他为恢复文件所做的努力 没有成功 齐小轩觉得事关重大 即使找不到稿子 也要把情况反映给警方 在同事们的鼓励下 他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 激动地向警察复述了 吴市镇的来稿 听完他的话 警察沉吟了片刻 说 如果真有这么一篇稿子 那吴市镇一定已经洞察到了谋杀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不会轻易得逞 可是实是 他死了 这恐怕不符合逻辑 停顿了一下 警察又问 你认识吴市镇吗 齐小轩愣了愣 说道 我 我是他前妻 这样啊 警察暖昧地笑了笑 谢谢你的配合 我们会认真对待这条线索 有新情况可以在于我们联系 说完 他的挂了电话 警察显然并不相信齐小轩的话 甚至怀疑他的动机 这让齐小轩感到气愤难平 却又无可奈何 在旁人眼里 吴市镇的稿子 也许只是他脑子里偶然的灵光溢闪 像他的侦探小说一样纯属虚构 但齐小轩不这样看 除去时间和情节上的过分巧合不说 为什么把稿子投给他 他从未写过纪实 更没给他投过稿 他坚信这一切绝非偶然 吴市镇一定是在暗示什么 齐小轩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心不在焉的 拆阅着一些作者的信件投稿 忽然 他双眼一亮 激动地大喊 大家快看 这是什么 他手里高举着一封来稿 居然是吴市镇在电子邮件中 投给他的那篇 似乎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吴市镇使用了电子邮件和平信两种方式 齐小轩更加坚信 这篇稿子一定另有深意 他抓起稿子 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公安局 警察看过稿子 终于对此重视起来 再次封锁了案发现场 重新展开了调查 经过一轮地毯式搜索 他们在冰箱顶上发现了一部手机 手机数值安放在便携式充电器上 可充电器没插上电源 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 此外再没新的线索 现场除了吴市镇和陆倩文 没有发现第三个人的指纹 陆倩文自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当警察了解到 吴市镇与陆倩文的婚姻 早已进了死胡同后 陆倩文的嫌疑一下子上升了 可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据 案发那晚 陆倩文像以往一样 在敌厅里醉生梦死 十二点整才离开敌厅 十二点五分左右 他在敌厅前的马路上 被一辆摩托车撞到 肇事者趁着夜色逃逸了 他只好自己打滴去了医院 好在只是皮外伤 简单包扎处理后 他留院观察了几个小时 清晨回到家时 发现吴市镇已经死在了厨房里 警方询问了敌厅的服务生 出租车司机和医院的医生护士 他们的回答都证实了 陆倩文没有撒谎 警方决定彻底清查 吴市镇的私人物品 让陆倩文打开那个保险柜 陆倩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密码 吴市镇从来不让我碰 迫不得已 警方只好动用技术手段 打开了保险柜 当看到保险柜里的那本相册 和那份保单时 众人的视线又转移到了 齐小轩身上 齐小轩是独居 没有人能证明事发当晚 他是否如他所说 一直在家休息 更重要的是 吴市镇的一个邻居举报说 出事的那天晚上 他亲眼看到齐小轩 从吴市镇的门前离开 他跟齐小轩做过五年邻居 绝对不会认错人 警方根据这一重要线索 果然从吴市镇家的门上 提取到了齐小轩的指纹 齐小轩被请进了公安局 他激烈地为自己申辩道 真相就在吴市镇的稿子里 他留下这篇稿子 就是希望有人能从中找出真相 还他一个公道 他重重地拍了拍桌子 特别提醒道 你们仔细注意一下 那篇稿子结尾时 吴市镇的那句没头没脑 莫名其妙的话 一切秘密都在相册核电脑里 警方觉得齐小轩说的话有理 正是由于他主动提供了线索 才使本来被认定为自杀的案件 变成了谋杀案 通过仔细研究后 警方决定按照齐小轩的建议 进一步彻底地检查那本相册 和吴市镇的电脑 希望能有所突破 但是警方依旧一无所获 吴市镇的绝命书和那篇稿子 都在电脑里保存着副本 那本相册也没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齐小轩坚信自己的判断 要求由他亲自再做一次检查 警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警察的压界下 齐小轩来到吴市镇家 按下了门铃 陆倩文打开门 见来人是齐小轩 略有些惊讶 两人四目相对 都没有掩饰自己眼中的敌意 齐小轩把相册里的照片 一张张抽出来 正面背面都仔仔细细地查看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看着照片 他触景生情 百感焦急 忍不住泪眼婆娑 但最后 他还是一无所获 只好失望地合上了相册 看来 电脑是最后一线希望了 电脑 齐小轩的脑子里 忽然电光石火的一闪 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记起来了 还有另一本相册 在哪里 警察和陆倩文齐声经问 在电脑里 齐小轩打开吴市镇的电脑 进入一个电子相册网站 那里有他和吴市镇 共同申请的电子相册 里面珍藏着他们曾经的幸福时光 他颤抖着双手慢慢地输入密码 他们俩的结婚纪念日 相册顺利地打开了 但奇怪的是 以前存放在里面的照片都被删除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组尺寸不大的照片 齐小轩把照片放大 这才看清照片的内容 这是一组连续的照片 每张照片上都标明了拍摄的日期和时间 那个日期正是吴市镇死亡当晚 每两张照片之间的间隔是十秒 照片的拍摄角度是固定的 画面的背景都是厨房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冰箱上的那部手机 果然 那部手机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如果要拍摄厨房内的全景 没有比那儿更好的位置了 手机一定被精心设置过 定时拍摄 然后自动把照片传送到网络相册里 齐小轩按顺序逐章翻看着 照片清晰地记录着吴市镇从碾碎按棉药 到大醉不醒的全过程 然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静止撕灭 一张又一张 接着厨房门被打开 一个女人的头探了进来 看到电脑上的这些照片 陆倩文绝望地瘫倒在地 清醒后 陆倩文交代了他勾结情夫徐志富 设计谋杀吴市镇的全过程 徐志富畏罪潜逃 但随即被抓捕归案 等待他们的僵侍法律的严惩 原来 那晚出现在敌厅里的陆倩文 其实是他高价雇来的替身 那个替身跟他的长相身材有些相似 又一直躲在阴影里 很容易骗过别人的眼睛 那个被摩托车撞伤的 倒确实是陆倩文本人 那时他已经偷梁换柱 齐摩托撞伤他的其实是徐志富 这是他们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的是给吴市镇提供充分的中毒时间 又能为陆倩文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命案当晚 齐小轩确实到过吴市镇的家 但他只是在门前徘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齐小轩痛悔自己当初 离开吴市镇的决定太草率 郑重了陆倩文的诡计 又听说这两年吴市镇生活的并不幸福 一致灵感枯竭 就想见他一面 鼓励他振作起来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暗响门铃 凶手认罪伏法 案件结束了 但齐小轩心中的一团并没有消散 吴市镇早就发现了陆倩文跟别人的奸情 也洞悉了他们的阴谋 但他却不可思议地配合 甚至可以说是隐忧他们实施罪恶 这究竟是为什么 直到保险公司上门理赔 齐小轩才明白了吴市镇的良苦用心 根据保险条款 吴市镇死于意外 受益人齐小轩得到了双倍的保险金 齐小轩悲痛语绝 眼泪汹涌而出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完结 很久以后 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余波 这件事才算最终尘埃落定 真相大白 齐小轩把吴市镇的电脑搬到自己家里 算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吴市镇在这台电脑上 写过那么多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 每次打开它 齐小轩总是百感交集 这天 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 齐小轩请来技术人员维修 刚打开电脑机箱 就从里面调出一卷纸来 齐小轩抖得一激灵 吴市镇说过 一切秘密都在相册和电脑里 相册已经揭露了谋杀案的元凶 这卷纸一定是最后的秘密 齐小轩打开那卷纸 发现那是一张绝症诊断书和几张病历卡 从病历来看 吴市镇的生命 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了 这一刻 齐小轩全明白了 吴市镇是用自己谨剩的 可能饱受病痛折磨的三个月生命 把肩夫淫妇送上了断头台 还为自己深爱的前妻 未来的生活保障 做了充分的安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